马华妇女主严厉谴责任何关闭划小的言论 因为它是母语教育是我们受到国家联邦宪法的保障 就是刚才我说在152条文之下 它是我们公民的权利 是不容置疑或者是过问的 那么任何以这个多元流教育 说成是分裂就是破坏团结的言论 都是无济之谈 我刚才也说了 就是其实我们的多元流教育也是成就了 我们今天大马人被誉为以文天才的这个雅浩 那假如我们去中国的话 我们就可以听到他们一直称赞我们马来西亚人 每个人都至少懂得三种语言 所以多元流教育在今天应该是被视为是大马的优势 而非或者是而不是这个团结的障碍 那么我们应该利用这个优势 提高大马子民或者是我们国家在国际这个人力资源 或者是商企上的这个竞争力 所以希望这一些有关的领袖不要错置焦点 就是说不要把它的焦点搓放在 就是注重在这个多元流教育 多元流教育不是导致种族分裂的原因 我们知道种族真正造成今天种族分裂的 就是不公的政策 还有施政偏差 行政偏差 所以应该从这一点着手 我们吃点鱼 并不知道我们在这个区别的地方 我们不在这一点 如果我们要多 말 distracted 我们不在这一段时间 我可以选择 我可以选择